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现在我们正在上海的黄埔江边 一会儿我们就要连线小陈的父亲陈富强先生 陈富强先生出生于上海 于1993年到阿联酋经商 现在已经是阿联酋上海总商会的会长了 因为工作的原因 小陈平时跟父亲见面的机会也很少 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了 一年多以前 一年多以前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大陈和小陈 我们一起续相情 共同感受家乡十年变化魅力 让我们先来连线你爸爸 嗯 好 来 陈会长 陈会长你好 能听得见吗 跟我们网友们一先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阿联酋上海总商会长陈富强 工作生活在迪败 嗯 好 小陈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 你对他熟悉吗 你之前来过吗 呃 不是很熟悉 不是很熟悉 但这个地方对你爸爸来说是应该有一个特殊意义的一个地方 陈会长您直接来告诉他吧 这里呢原来是爸爸生活 从小生活的地方 南部大桥 下面是六甲帮路和草鞋碗路这一带 现在都已经改造成了 建设成了一个 下面是一个绿花带 下面是贯穿普通的南部大桥 我小时候生活在这个地方呢 我记得很深刻的是 每天早上去捞骨灶 去泡水 拿着热水瓶 然后呢到六甲帮路上呢 去卖早点油条啊 大点啊这一类的东西 然后呢 超早上以后呢 我们会搭乘我们家门口的四三路跟六手五路公交车 六手五路跟四三路公交车呢 通过换车呢 贯穿这个全市 这个南部大桥 进桥以后 进桥呢 我们就搬移了这个地方 所以说我在这里很有特殊深刻的印象 同学讲通过镜头啊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加两岸的变化 应该跟您印象当中 非常的不一样 就让我想到了一句老话叫 宁要普西一张床 不要普东一套房 您当时应该对这句话很有感受感 应该讲很有深刻体会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当时普东跟普西的这个平时的要过家呢 都是零度过渡的 零度过渡呢 基本上以前高峰的时候大概五分钟也一般 到了平时到了晚一点的是十五分钟半个小时一般于是 然后呢这个南部大桥的这一块呢是南码头这个渡口 我记得很清楚的 由于这个经常会有大雾嘛 碰到雾天的时候这个零度就停的停掉了 我记得深有体会的有一次 我买了这个当天晚上的这个临场 呃 临场票去南通 然后我下午 我当时晚上设定的临场 我去了渡船呢 我到浦东去办了一定四十六点钟去的 我想来回一个小时做够了 没想到从普西到了浦东以后没有问题 到了浦东再回浦西的时候 有一大雾 有一大雾嘛 就这个我一直在那边等 一直等到十一点钟 临场都后来这个当天的这个当班的临场都没赶得上 说明什么道理 当时还是我们都乐意住在浦西 浦西方便 然后这个呃 当时当时的这个呃 这个孩子交通还是有带来电话不方便 所以说现在变化想想真的很大 哎小陈 你作为这个在上海土生土长的零零后 听了刚才你爸说的这些话 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呃 呃因为我是从小出生在上海 也生活在上海 嗯 呃所以对我来说的话 我现在出门一般都是呃 坐公交地铁或者是坐车 对我来说是很方便的 呃很难想象在我出生之前 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城市 既然交通那么的不便 嗯 呃也没有几年 现在就已经发展的很快很好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出去去浦东机场 见我爸爸 嗯 以前过去可能要三个多小时 现在的话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呃 到浦东机场了 嗯 地铁线路越来越多 交通也越来越方便 嗯 就像你爸爸刚才说的 我们浦东浦西 来回只能靠轮渡这种不方便的情况 直到1991年 我们面前这座南浦大潮的建成 才发生了真正的变化 陈委长 您作为当时历史的亲历者 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一些情况吗 嗯 当时这个要求这个市政府要求我们拆遣的时候 大家都是一亿不同的 因为总统的要离开这个 呃生活养活的地方 再再多搬迁 然后呢 尽管做的当时这个做的房子不是特别好 但是大家还是意义不舍的 后来我们还是响应了市政府的号召 呃这个 这个把这个要拆迁办呃 请家嘛 我们当时都还是很配合的 想想现在想一想真的是还是特别好 首先市政府这样一做 解决了呃东西 这个普通普西这个交通 交通的问题 现在把这个南部大学贯通以后解决了 乘车呢 百度难度问题 这个是解决了很 有一个愉快 然后呢 事实上我们也这个住房也得到了改善 我觉得这个很应该讲很有意义的 因此也相信 通过刚才的镜头啊 程会上您一定也发现了 现在的南部大桥跟您印象中刚刚建成的样子 还是有不少的变化的 因为啊这个南部大桥刚刚建立的时候 日均的这个通行量规划是5万辆 现在啊日均已经达到了15万辆 所以前两年南部大桥也是进行了一次翻修 去年啊也就是2021年 步入尔利之林的南部大桥在海外互联网上也火了一把 程会长当时您在迪拜有在网上刷了那个南部大桥的短视频吗 是的我当时看到以后一轮后我说什么南部大桥 现在哪这么漂亮的 我以前没有看到的样子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就就在这个网上查了一下的一些信息 原来这个已经重新的装修改造了 所以当时弄好以后我们两个老外还在讲 一样他说你们上海的上海的什么 说我们上海的南部大桥 真的他们看到都很惊讶 这面上海的发展变化这两年真的很 是人感动的 程会长静一 我们现在走着这条苏州河步行到华东政法大学段 你们俩应该都是第一次来 是的 我就先给你们简单介绍一下 这里呢是苏州河42公里公共空间的一部分 这里呢是去年9月份刚刚开放的 原来呢是华东政法大学这个学校里的一部分 现在呢包括里面的像思梦园啊 格志园啊这些历史建筑啊 全部都全部整修过之后开放给的这边的民众 简而言之呢就是学校推掉了他的围墙 把更多的这种公共空间啊 可以留给当地的一些居民啊 可以晚上出来散步啊 休闲娱乐啊这样的事情 像陈委长 我记得之前您说过 苏州河是您每次回国印象非常深的这么一个地方 您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的为什么是这样 我是这样想的 因为当时这个我从这个南市区搬到这个场景区来的时候呢 搬到这个烟的这靠我们 我家就是靠在延续苏州河边上的南面呢 当时的水很臭 真的有臭味的 外加上面只有结了一层 上面还漂浮的东西都很多 我记得是以前我有时到这个晚上 我在白天我到苏州河上去看看去 上面都漂着很多这都是杂七杂八的东西 外加是个很稳琢的 它还有一种异味 后来随着这个这个市政府在苏州河的治理以后呢 回来又感受很深的 这个这么多十年十年二十年来 我特别感受的 首先它这个水来现在水着清了 上面漂浮的东西少 它站着有人这个在捞这个漂浮的东西在治理当中 所以说我每一次回国 我晚上晚上吃完晚饭 我跟我女儿一起去到苏州河边上走走 都是感受很深的 就是说一个漂浮我少了 意味也少了 前两年我就看到有人在那边钓鱼了 几乎晚上我看到很多这个钓鱼也好在那边钓鱼 所以说这个苏州河真的变化特别特别大 包括它的治理方面 现在这个沿了苏州河的两岸 做了很多的这个人形跑道 健康跑道运动跑道都有 还有呢像我家我家店里还造了一个游艇码头 所以说这个现在每天早上成年的人比较多 晚上这个想度在这个收拾合办的人也很多 的确让我感受到这个 我们上海市政府为这个老百姓做了很多的明星工程 也投入了很多的这个经济物理 所以说我做我们海外华侨 每一次回来每一次感受都不一样 你作为这个苏州河边的居民 你怎么看 虽然我已经搬到苏州河畔居住了十几年了 但是我没有感受过我爸刚刚讲的那些苏州河以前的情况 在我看来自从我搬到苏州河畔开始 我就觉得苏州河畔的建设非常好 有很多有公园游艇码头 还有健康跑道 还有那种眺望塔 还是比较有设计感的 每次回国的 我爸回国的时候都经常会带我到苏州河两畔去散步 看一看苏州河 然后经常可以看到有一些年纪大的爷爷奶奶 穿萨克斯跳广场舞 在饭后的时候 我觉得作为生活在苏州河两畔的居民 是非常幸福且宜居的 就像你说的 如今随着苏州河环境的改善 上海这座城市也慢慢进入了美学的时代 就比如说我们眼前的像悬浮森林一样的建筑 它叫做天安千树 其他所在的位置 以前是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的机器面粉厂 现在经过改善 它靠向苏州河这边的观光面 就是以前的面粉厂的老的钟楼 然后它的另一个南立面 是一整面的艺术剧木墙 由全球16位艺术家精心绘制 以此像莫甘山路上的涂鸦传统来进行致敬 请据我所知 你一年当中其实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迪拜跟你爸爸生活的 在那边你有看到过像这样的这种造型比较独特的建筑吗 是有的 因为上海相较于迪拜来说 确实像造型比较独特的建筑是稍微少一些的 但是这两年我可以看到上海有越来越多的那种 有设计感啊 有艺术氛围的建筑慢慢的也多起来了 陈会长您呢 像您走之前应该很多的这个建筑还是比较传统的风格 像这几年看到我们这个面前的这个悬浮森林 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刚刚看了这个你视频上给我看了 真的还是很很惊讶的 因为我是在迪拜从事这个酒店业的 所以说迪拜高档酒店 我基本都知道都了解 像这像我们上海这个目前造这样的一种 这种这个叫一个讲这么有形象性的 有代表性的建筑物 融入到这个美学时代这块 我觉得相当相当的好 因为每一次我回来都有每一次的体会 你刚刚从视频上刚刚看到的 看到的我还第一次来过来 我还不知道平时在上海待的时间不多嘛 所以说下次我回到上海的时候 我一定清零这个信场再来去看一下 看看这个这些楼层的这个其实叫美学 说的非常好 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旅程的最后一站了 我也知道陈会长呢 因为各种原因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国了 进一呢马上就要到国外去进修了 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全部旅程 两位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陈会长 我希望我希望我女儿呢不忘初心 牢记这个留学的使命 永远记住把忠心信个祖国 把爱心信个社会 把孝心信个父母 学习回归到祖国以后 继续为祖国的建设做贡献 谢谢大家 感谢陈会长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各位网友再见 谢谢大家